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墙头之歌》中其实暗藏深刻的道理 他说如果大家要是喜欢累了可以啪啪墙 等到重新想起他的时候再回来听听他唱歌 因为他自己也有很多墙头 如果有一天你累了你可以休息一下 等你想起来有个人叫周深的时候你再回来 各位粉丝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首先是以一个人的形式存在的 面对着的是现实的世界 都有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也有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 偶像应该是以提高我们生活幸福感 快乐感的形式存在 并不是生命中的唯一 那种脑残式拜神式的追星方式是非常不可取的 记得周深对生命们说过 你们一定要记得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要爱的人是你们自己 只有你们自己把生活过好了 才能够带着强大的好心情来支持我 一直强调先过好自己的生活 再来支持他的作品 希望生命们从作品中获得很多快乐 感动和惊喜 但是不要生活因为关注他而过得不开心 比如说因为他而跟人吵架 过好自己的生活 无论以何种方式支持他 都能够给予他最大的爱 有经济实力的 买买演唱会门票到现场支持 买买专辑 但是不要天天追着机场跑 有时间的社交平台评论互动打榜 还能够了解他和他的一些起问趣事 有文采的写写文章 剪辑剪辑视频 客观的在网络上宣传一下 就算在家里把手机上 电脑上多听听 多下载他的歌 顺便评论上两句等等 都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周深是歌手 不是靠粉丝经济来维持热度的爱豆 他对粉丝好 不是因为需要以他们的喜好来证明自己的发展 而是要从内心去感谢这些不大任何偏见 用一颗美好的心来认真听他唱歌的人们 无论在演唱会颁奖活动 还是各种的采访活动 微博的回复中 周深经常会明说暗喻的引导粉丝 传达他的一些想法和观念 比如说不要对路人强行案例 不要过多的干涉他 不要和别人吵架 不要总吹一些肉麻的彩虹品 专注他的作品等等 快乐与爱从来都不是单向的箭头 周深正确的粉丝引导方式 收获了大批的粉碎正主的生命 高晓松老师说过 周深的粉丝是他见过最有素质的粉丝 虽然周深情商很高 但是他也不是人民币 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喜欢 虽然周深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很多挑衅式的提问也越来越多了 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段子米 彩米们是如何应对的 歌手播出之后 有人在某平台上面这种很挑拨的问题说 周深会超过话传语吗 声明们说不会 他这个年纪应该不会再长高了 超不过 如果踩个凳子的话 那应该还可以 高晓上的声明们将话题引到了幽默风趣的讨论环境当中 还有个问题 周深最高能走到什么高度呢 解 已知世界上最高峰为 珠穆朗马峰海拔高度为 8844.64米 周深的身高为1.615米 可得 周深能够达到最高高度为 8844.64加1.615 等于8846.225米 考虑到珠穆朗马峰 周年积雪的覆盖空气稀薄 人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 不建议做此危险的举动 踩你们灵活的数学思维方式 解答了极妙啊 做起了数学的应用题 一看呢就是学霸卸的 地理学的也挺好 还有 请问周深整容了吗 声明说 看来看啊 有人提出这种问题 周深力偶像歌手又进了一步 必须给造型师加鸡腿了 番茄台的Tony老师 必须打满分哦 不得不感慨啊 周深广大的 声明们的智商 情商 能够巧妙的化解到这种无聊的问题 周深一直不断的努力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声明们以后说 自己喜欢的歌手 就叫做周深的时候 路人能够说一句 啊 周深唱歌很好听 而不是说周深是谁啊 他在努力的成为了声明们的骄傲 他总觉得声明们为他付出的太多了 没有什么能够回报声明的 其实他的乐观幽默 已经感染到很多人了 声明们能够从他们里 得到太多的快乐了 感动和惊喜 这就是声明一直支持他的原因了 这个说话正能量 唱歌又好听的歌手 已经是声明们的骄傲了 我们可以自信的抬起头说 我们喜欢的歌手 叫做周深 他唱歌很好听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并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